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阻挡乌军继续进攻 他们使出了滑翔炸弹 这滑翔炸弹呢 以前都是用在乌冬 去轰炸乌克兰军方的那些防御攻势 现在呢 不得已要用在自己的国土境内 那偏偏这种滑翔炸弹 又被人家说准度好像不太够 所以可能还反而会造成 俄罗斯平民老百姓的一些伤亡风险 那我们也来看看 说到俄罗斯呢 就不能不提国际全级总会 因为他们的主席就是俄罗斯人 那这位主席呢 最近如果你很关注奥运的话 就会知道 他带头在攻击林玉婷的一个性别争议 不过呢 今天就要来看看 其实呢 在俄罗斯当地有一个 专业深入调查的媒体就有说 说全级这个运动呢 在俄罗斯总是会跟帮派犯罪组织连结在一起 那偏偏呢 这一位国际全级总会主席 克列姆列夫 他以前就有前科背景 但是他现在居然能上位 而且他的姓氏 以前可不是姓这个哦 但现在居然改了一个 跟克里姆林宫很像的姓氏 难道就是真的要贴近普丁吗 好 这部分我们要来请教一下 廷慧老师 对 这个乌东的这个地区 那个本来陷入这个僵局战了 只有现在泽伦斯基想出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乌军把部队开进去到这个俄罗斯的境内 让俄罗斯也尝一尝国土被入侵的感受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从这个苏美洲 就是在乌克兰这边的苏美洲 这个部队呢 将近听说是有一千多名 但是乌克兰的官员说 可能不是只有一千多名 可能有数千名 数千名的话 大概将近有四个旅以上的部队呢 就直接冲进到了这个库斯克夫这个地方 那库斯克夫这个地方呢 这个就是在跟乌克兰边界上面呢 那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电厂 而且是俄罗斯最大的核电厂 就在这个地方 而现在乌克兰的军队进去之后呢 直接就是要抢攻抢占这个核电厂 最主要目的是掌控他的一个电力的一个供应系统 那现在来讲的话 反倒是俄罗斯这边出动了苏34 他用这个滑翔飞弹呢 他就把这个乌军他经过的地方呢 后面呢把他这个所谓的路线断掉 断掉的原因是主要阻止说乌军呢 更进一步有更多的部队 会沿着这个管道呢 直接进入到库斯克夫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嘲笑说 本来那个滑翔飞弹 是要来乌东去打这个乌军的 结果反倒是变成是一种防御型的武器 回到这个俄罗斯境内 那这时候也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俄罗斯的部队呢 他也开始回防 回防到这个俄罗斯境内 那现在反倒是说 这个这种策略这种做法 有人说就是分明就是要化解 就是分化这个俄军在乌东的兵力 以使得未来来讲的话 乌军可以在乌东呢有所进展 那现在当然普丁非常震怒 但是他也无可奈何 为什么呢 因为北约以及美国这些国家 他已经授权乌克兰 本来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其实在国际法上面是站得住脚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本来乌克兰的国土 被人家入侵的时候 我本来就可以什么 去打你的国土 因为你入侵我的国土 就是违反国际法 当然我可以采取防卫措施 我的防卫措施 其实是也可以进到你的国土去的 以战逼合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说如果说 一直陷入在一个乌冬僵局来讲的话 这场战争没完没了 不知道打了 现在称臣战争打了八年 所以这个战争 如果是打两年三年 一直到八年的话 大家都会被这个战争拖垮掉 那现在来讲 美国内部又选举嘛 川普拜登 他们都一直很想要 把这场战争结束掉 北约国家 很多国家也承受不了 那个未来来讲 长期的这种战争 所以现在我都认为说 泽伦是在找寻一个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是说 借由这种进入到 这个俄罗斯境内的这种战争 来逼迫普丁上谈判桌 来谈条件 而当大家认为说 这个会不会乌军进去之后 就占领了整个 比如说现在目前来讲 有两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 已经被乌军占领了 会不会直接把部队留在那边 我泽伦司机自己讲说不会 他不会去像这个俄罗斯 一样去怯占人家的国土 那目的就是什么 逼上谈判桌的概念 那现在来讲你知道俄罗斯这边 他除了这个调动部队之外 另外来讲的话 还有有一些做法 这个就是说 对于这个乌克兰的一些据点 就比如说那个F16的一些 空军的这个起降的这个地方 全部都开始采取轟炸的一个策略 主要目的是说 如果你今天除了部队进来之外 未来你有没有可能美制武器 或是北约的武器 直接可以越过乌克兰边界 直接去攻击这个俄罗斯的所有的相关据点 其实现在 因为泽伦司机的战法 有所改变的时候 国际社会都在关注他的做法 是 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讨论一下 那这个国际全种的俄罗斯当家 他是不是跟俄罗斯官方关系匪浅呢 对 这个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台湾现在开始逐渐了解到说 原来国际全种背后是俄罗斯的这个影子 所以现在又涉及到说 西方国家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竞争 比如说国际奥会 跟国际全种之间的这种竞争 所以那这个人 这个主席 克里姆列夫 其实他本来名字不是叫这个 他本来名字叫做鲁特弗洛耶夫 他是出生在塔吉克的 他是过往来讲的话 前苏联的这个塔吉克的 共和国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他为了要表达 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 你把那个克里姆列夫念出来的话 就是克里姆林的概念 所以他是为了要对普丁表示效忠 所以后来他改名 对俄罗斯效忠 那因为这个国际全种 他背后来讲的话 有黑帮的影子 还有他跟什么 跟俄罗斯的这个联邦保卫署 也就是说所谓的FSO 这样的一个组织 也就是类似这种所谓的 情报局的这个概念 那他们的关系非常好 也就是说你只能跟官方的关系 好的话 你才有办法去担任这样的职位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他藉由跟政府关系 良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大家都怀疑说 他这一次故意闹这个事情 是背后有俄罗斯政府的指使 所以这个也是跟这个 所谓的克里姆林宫 这边的指示是有关系的 所以大家会认为说 国际全种你没事找事 为什么你国际奥委会 早就已经认定说 我们的选手是女性的话 那你为什么故意去找这件事情 故意去找查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的奥运 俄罗斯一样被制裁 他的没办法借由国家的名义 来参加这个国际奥会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看起来表面上 好像就是性别之争 但是背后来讲的话 就是美俄之间的之争 这个基本上来讲 可以从这个 国际全种的主席的背景来看 就可以了解到一二 所以透过这个事情 来刷存在感就对了 因为我登不上奥运的舞台 我就干脆用这个事情来 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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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呢 其实你看我们林玉婷 也是靠实力 让自己有办法拿下金牌 对不对 同样呢 也是要展现硬实力的 还有台积电 台积电呢 堪称是半导体界的霸主 那我们就来看看 现在全球的布局 持续的在进展中 那包括海外的 像是美国 德国都有继续的 进行设厂的一个相关规划 好那但是呢 先进制程是要留在台湾 而且二奈米厂就在高雄 男子产业园区 不过现在传出 因为高雄呢 拿出诚意啊 说我给你土地 给你水 给你电 好所以呢 台积电的这个 艾米制程 也就是二奈米以下的 先进制程呢 现在也在高雄哦 那另外一个利多消息 就是台积电呢 今年的年营收 可望呢 它是可以再增加的 而且可能增加三成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真的是满手大订单啦 你看这个iPhone十六第三季 积极的备货中 挥达H系列的这些晶片 也正在投片了 超微高通等等AI晶片 那因此呢 本来台积电自己预期啊 今年全年的年营收 应该增长幅度最高 可以来到百分之二十九 可是现在呢 这些分析师都说 应该不止哦 渴望来到百分之三十四以上 那台积电在历经了 这个史诗级的一个股灾之后 我们看到它的股价 最近一直在垫高 所以现在是不是有这个法人 喊到一千五百块的目标价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 世聪哥 现在买还来得及吧 对我觉得呢 大家稍微等待一下 为什么稍微等一下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它短期间之内 也从八百一十三块 已经谈到九百四十几块 那九百四十几块 再往上 九百五十以上来说 从技术面上面 有非常多的套牢量 我觉得大家不用在这个地方追加 如果有拉回的话 应该是可以布局的一个状况 好 那为什么这样呢 事实上它交出了这个 七月份的营收是相当漂亮 2569亿 是创加了历史的单月新高 那你看到月增率是23.6 年增率是44.6 那前七月累计的这个增幅是30.5 那因为今年呢 台积电原本预估 它今年的营收呢 是成长20 它是说是高位数的20嘛 所以就是26到29 但是目前看起来 你看它前七个月就增30.5% 所以全年应该可以超越 这个26到29这个数字 那尤其是接下来 我们来盘点一下 苹果接下来要进入它的出货旺季 那再来就是说超微 超微的AMD的这个MI300系列 也要开始大量出货 那挥打虽然有一些杂音 有些人认为说 它Breadway会停一点点 但是它HOOPER这个系列会不错 那包括说像高通 或是联发科等等 还不错啊 所以看起来它接下来几个月 应该有机会再继续往上垫高 所以现在已经有法人预估说 它全年的营收呢 应该是可以上看到31到34% 也就是说打败公司的预期 那尤其是我们前一阵子的 这个股价出现暴跌嘛 从1080 然后一口气就跌到813 然后上个礼拜来说 又谈到这个900块以上 那目前为止来说话 目标价的话 外资都看得非常好 你看大摩啦 摩根大通啦 或是说像美银啦 或是高盛都预估说高于1200 那甚至花期喊高于1500 那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呢 其实这个高层有在加码的一个状况 包括说像有两个副总呢 约莫在加码了这个800张左右 对的一个状况 那加上说我们为大家讲过 台积电的这个库长股 是买在955块 所以大家可以观察 这附近的这个价位的这个状况 好那但是呢 我觉得短期涨幅非常大 那是因为上面有套牢压力来说话 我觉得可以不用急的在这边追高 拉回的话再来找一个买点的一个状况 那尤其我们来讲一下 它未来的几个这个布局 那尤其是你可以看到说 像这个埃米厂的这个布局 因为目前二奈米最主要的这个生产基地 一个在新竹 另外一个就是在高雄 那传言就是说埃米 特别是这个S4的这个晶片来说的话 可能高雄市已经拿出了诚意 就是说你要有土地 我就给你土地 你要这个电 水电我都可以 攻击乌鱼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似乎是有意在高雄 设这个埃米厂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是因为 最近有传言说他出200亿 然后跟群创买的这个 他在南科的这个厂 那这个买这个厂是要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最近有在 讨论一个叫做面板级的这个散出封装 就是说这个目前为止 可能会用这个群创这个厂 来发展这个面板级的这个散出封装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好像在南部的布局是越来越重 那所以如果假设是面板级的封装在这边的话 那A14在高雄的可能性 就会越来越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是 大家可以留意后续的这个情形 那不过呢 因为目前为止市场还是比较在意的 就是说他在海外的这个部分 没有说在台湾都陆陆续续上路 然后在这个日本也不错 那接下来的话年底在这个八月多 在这个德国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凤凰城 在亚利桑那州这个地方 那亚利桑那州大家讲说不对吧 因为他2020年去投资了 现在已经四年过后 四年过后目前为止还产不出任何一片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以大家在讨论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这个凤凰城的这个市场 这个盖雷哥就推了一个推文 他那推文是说什么 他认为说台积电的这个厂 在当地提供了数以千计的这个就业机会 然后因为台积电在当地有推出一个叫学徒计划 那学徒计划就是说呢 你可能对半导体有兴趣 有兴趣的人来说的话 如果你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常识 或是基本的这个条件来说 你可以加入这个学徒计划 这个学徒计划就是会有人教你怎么运作 那怎么运作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到厂里面去实施 去实习 实习之后或许就有机会再做 这个所谓的在台积电工作的可能性 那目前为止很多人这个包括说被受访 有一个叫这个牧牛姿的人 他就说加入台积电的学徒计划 已经减轻很多压力了 那可以挑选想去的单位 事实上似乎看起来的话 因为人手不足 他在当地用所谓的学徒计划的方式来说 希望能够增加当地的员工的这个快速的比重 不过我必须说啦 目前为止来说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存在 为什么有一些问题存在 像纽约时报就说 因为台湾的文化跟美国的文化就不一样 所以因为台湾文化跟美国文化不一样 所以这个很难 你说要把台湾的这个经验完全移植到美国去 有很大的冲突嘛 他就讲嘛 高层跟工人的这个冲突 让双方都很沮丧 比如说我这跟你说 这个要怎么做 因为我跟大家讲啦 美国也是很勤奋认真工作的 只是说你要他一动一动的做 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在 没有那么的在行 再来就是说 他们比较偏向创意的这个思维的逻辑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这种工厂的管理就不适合他们 比如说有员工就说 你看我半夜被交去上班 这个处理紧急的状况 部分的美国员工是没办法接受的 他们就是下班就是下班 家庭就是家庭 工作是工作 两件事情你怎么可以 又临时叫我去加班 这个他们没办法接受 那甚至还有一个工程师来台湾 这个接受这个培训18个月 就没想到他看了台湾的工作方式就说 这个并不适合所有人 所以那事实上美国的 就业的这个观念跟台湾不一样 那当然因为他们目前为止 美国那边的这个工程师到位的很少 那尤其是跟台湾的工程师 常常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冲突出现 所以就有人说 网友就说 你看就是你看最近 Intel不是有公布他的这个财报 他的经验那边就做得很烂 他就说好 那如果你不要做台积电 那你就去Intel 那Intel来说的话 那现在就被裁员了 所以他跟你讲 这个美国厂目前为止 看起来似乎还是有非常多难关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台积电能够克服 否则这个厂可能对台积电来说 形成一个负担的时候 那对他的营收跟股价 都会有一些不好的这个牵制作用 所以看起来台积人的勤奋 真的是国际牵有目共睹 因为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 做得来的工作 好但是我们也来看看 其实说到了台积电 因为在业界的领导力影响之下 所以满多科技大厂都愿意来投资台湾 经济部就有掌握 说2030年以前 将会有10座资料中心建设起来 而且这些都是不同的科技公司 抢插旗台湾 好那现在如果你要盖资料中心 你就要提供足够的电码 因为一座资料中心 它是用电大户 可能就要好几亿的用电量 可是现在台电就告诉大家 说如果桃园以北要设立 AI大型数据中心的话 那我们台电是一律不核准 不供电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现在中电北宋 南电北宋 其实都已经有一点吃力了 不是缺电 可是如果你又要把这些用电大户 设在桃园以北的话 那这样子就是制造缺电的风险 好这个是台电的董事长告诉我们的 到底有没有缺电呢 这样讲好像有点母沙沙 请教一下朱老师 这到底台湾的电能不能支撑 更多做的AI大山呢 那以目前来说是OK的 可是就如经济部长所提到的 如果未来越盖越多的资料中心 那未来一定会不够 那所以我们不能等人家盖了 我们才要再想办法弄电 当然不行 所以你看台电的董事长就出来喊话了 喊什么呢 不是请资源收银 是请资源台电盖电厂 因为你不盖电厂不行 所以台电以现阶段来说 真的不得不讲 大家都把发电厂当作什么 险恶设施 没有人喜欢电厂盖在我家附近 这是人之常情 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是大家都要用电 你说谁不要用电 尤其现在天气热得要死 你家能够不开冷气吗 很难很难 那更不要说刚刚杰宇提到了 这些资料中心都是用电大怪兽 到底有多可怕 你看到我们的经济部长郭智慧 就其实他只讲很保守 说G开头 就是Google嘛 谁不知道 一年用电多少 8.4亿度 听这个数字 你听起来很可怕 可是你没有盖电 我们对比辉达 不是也要在高雄盖一个 超级电脑中心吗 辉达的这个超级电脑中心 一年只要584万度 一个是8.4亿 我简单算一下 差143倍 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可怕 所以你看郭智慧部长就说 未来预估 就他所知可能会 10座要盖 如果10座的规模都跟 这个Google一样 台湾一定会缺电嘛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 现阶段并不是缺电的问题 而是调度的问题 所以呢 你看到这个台电 不得不说 这个你北部 原本就已经要靠中电 南电北送了 那你如果资料中心又盖在那里 或者像Google这种规模 一盖下去 那北部不是更缺电吗 好 给大家一个数据 以北部地区去年来说 一年的用电是931亿度 可是实际上发电发了多少 750亿而已 也就是说缺口 你看到931 减掉750多少 180亿度 哪里来 当然就是中电 南电北送嘛 好 这个南电 中电北送遇到的问题 第一个 传输的过程当中会有耗损 这就是一个资源的浪费 因为大家也知道 发电已经很珍贵了 然后你因为又 这个输送这么远 产生的这些耗损 那很可惜啊 还有碳排放 对 这个都是碳排放的问题 第二个 安全的问题 你相关的设备 你是不是都要提供 所以尽可能 如果我就地有 这个需求 唯有电厂 那不就是最OK的情况吗 所以 但是以现阶段来说 我们刚刚说了 盖电厂大家都不喜欢 可是还是给带 所以你看 以现在来说 台湾的主力就是盖火力电厂 那主要的燃料是天然气 可是天然气 目前看起来是相对OK的 虽然它还有碳排 但是比传统的煤还少了很多很多 可是问题就是 你要盖电厂真的很困难 所以现在第一个问题告诉你 盖电厂现在像在赶高铁 那排电自己发电不够 所以现在民营电厂就申请成立 你不行 那我民营的来吗 可是我们目前的电业法是 民营的电是不能直接卖给民间 必须卖给台电 好 所以很多厂商去招标 问题是招标你要送计划 你要告诉这个台电说我要盖在什么地方 什么好相关的问题 所以一拖拖了很久 好 就比如说去年才得标的三威能源的子公司 九威电力 他们好不容易包到 可是问题是跟他说 你2026年就要供电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一个正常一个电厂 从规划到能够用电至少要五到八年 结果他现在三年的时间 他现在还没有盖 这是敢压子上架是不是 三年之后他要供电给台电压 他就违约 你看这是问题多大 那再来天然气 我们台湾基本上几乎不惨 那只能靠进口 那大家知道这个老共三天两头包围台湾 那有一天如果包住了 我们没有天然气了 那怎么办 是我们台湾就断电了 那第三个就是牵扯到 你天然气有接收在 是不是过去什么三接四接 因为环保问题各种问题 那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所以现在能够解决的方法就是 你各个地区你要电的话 你自己想办法 尤其要就近供电 所以像科学园区 是我们台湾的经济命脉 所以台电目前就只好做什么 我要有所谓的特供电力 我就是拉专线 直接拉到科学园区 那是目前能够解决 科学园区用电的方法 可是如果就全台湾来说 你都要能够有电可以用 我觉得迟早就会像缝化炉一样 缝化炉是不是各县市 你要烧垃圾你自己盖 那以后会不会是各县市 你要是用电 你自己盖电厂 我觉得台湾迟早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再看到 其他国家人家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你不要以为他们不缺电 美国其实一样有缺电的问题 所以美国一样有很多的资料中心 给大家一个数据 全世界的资料中心 其实一半都在美国 所以他们需要非常非常多电力 所以这些资料中心 他们当然自己要想办法 所以现在普遍的情况就是怎么样 我要有电 那什么电 其实是对他们来说最稳定 其实就是核电 所以你看到之前 微软的比尔盖茨 他就去投资了电厂 现在传出来 这个亚马逊 他也要去投资核能电厂了 所以你看到 在三月份的时候 他把美国一个核能电厂 又6.5亿美金 把它买下来 那最近他又准备要跟全美国最大的核电 供应的电商 这个星座能源 要跟他们采购这个合约 所以这就告诉你 这就是我现在能做的事情 那再回到我们的邻国新加坡 我们台湾的这个资料中心 我查一下大概30几座 可是人家新加坡有70座 那新加坡难道不缺电吗 新加坡真的最厉害 除了他自己发电之外 他跟人家买电 他跟马来西亚买电 跟印尼买电 跟辽国买电 那也就算了 他现在居然要跟澳洲买电 澳洲离新加坡多远 他要拉海底电 一拉4300公里 从澳洲发尔电 送到新加坡去 我在想我们台湾是不是 也有办法这么做 我们要跟谁联结 我也不晓得 所以你可以看到 除了这样子之外 新加坡自己也开始盖电厂 但是他们的电厂是 是天然气混氢气 因为大家也知道 氢气其实是非常好的能源 但是他危险性高 所以他现阶段是用混氢的方式 但是他们目标2030年以后 要有存氢的电厂 那如果真的做出来的话 那对新加坡来说 他们的电力供应 其实会更加稳定 那台湾是不是也可以学习呢 大家参考看看 对 所以从周老师的分享来看 台湾人就是想要科技厂 但不想要发电厂 但是这有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平衡呢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数据呢 这个叫做大麦克指数 大麦克指数其实已经施行有年了 那么这是经济学人的一个杂志 他们每年都会公布最新的大麦克指数 他呢其实就是来评估两种货币 他的汇率到底合不合理 那你可以看到他最新的宣布就是说 告诉你去哪里买最便宜的汉堡 还有要避免去哪里买贵的汉堡 结果他说你看美国现在一颗大麦克汉堡呢 就要5.69美元 那在台湾呢只要2.28美元 哇比美国便宜了60% 所以这个价钱你在台湾买两颗 还有找耶 所以美国真的贵好多 那甚至呢这个经济学人还说 在所有被计算的国家当中 台湾的售价是最低的 但是这个真的有办法真实反映货币吗 还是说亚币被低估了呢 请教教授老师 好我们现在讲一下 这几个指数大麦克指数 那个相关类似的 还有华盛顿华府地区的披萨指数 还有一些外媒提出来的新概念 叫做顶泰峰小笼包指数 我们想一下这几个指数 这几个指数的意思在于说 商品可以在国际间移动 所以我们去做国际比较 就是要比较货币的购买力 然后现在看看 比如说同样的东西 到麦当劳的那个大麦克汉堡 然后来看看同样的东西 在各国的那个价钱 然后来折算它的那个汇率 这样子的概念 好你看 他这个美国的部分是 一颗大麦克5.69美元 欧洲的部分是6.09美元 然后台湾这边的话 是2.28美元 然后最低的还有一个 就是马来西亚 所以以大麦克指数来讲 最低的两个地方 就是台湾跟马来西亚 然后用那个顶泰峰小笼包指数的话 最低的也是马来西亚跟台湾 所以这两个有吻合 好那么它的弦外之音 就是说这些国家的货币被低估 那我们现在要讲 就是用商品来跨国比较 来算购买力有缺点 第一个因为你货币的买的对象 叫做一篮子商品 这个一篮子商品里面 我们想象一下 你如果拿美元 你可以去看大联盟的比赛 你可以看NBA的季后赛 你可以去麦迪森花园广场 对不对 看欣赏球赛 这个叫服务 叫娱乐服务 你不能有办法拿人民币跟台币 去看这种比赛 对 我要先兑美元对不对 对 然后或者去林肯中心 听一场表演 音乐会演奏什么的 就美元消费的对象 就是一篮子商品或者服务 跟你其他亚洲货币 所能购买的一篮子商品跟服务 不一样 货币购买的内容不一样 所以你要这样来衡量 就是大麦克是大家都有 所以他拿来衡量 但是这样的话 等于还是有那么一些 以变概全的现象 就是说货币真正购买的对象 是一篮子的商品跟服务 不能只挑大麦克来比 那是第一个 第二个 要讲汇率的吧 汇率的重点不是购买率评价说 他这个是购买率评价说 就是拿物价来比 现在决定汇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是利率评价说 就是国际乐钱的移动 资金的跨国移动 进进出出才是决定汇率的 最重要因素 不是商品的购买 所以他用这种大麦克指数 来暗示亚洲货币 尤其是台币逼估 意思就是台币要升值 所以我说这个是货币账 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日元的部分 就是最近套利教育的平仓 就是原来借日元到外面去玩 现在要卖掉外面的资产 包括美国的股票 债券 然后去还日元债务 那日元就会升值 像你看这边的图 日元最近升得很凶 那么其实 日元这个教育 可能还没有到顶 所以有些人估计日元可能会看到 从130到100都有 现在才147 会到100 会到100吗 对 那前一阵子在升的时候 是升到 升破130到127附近 所以将来的话 升破130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有人干脆喊100了 其实升到120附近 也还算合理 所以日元又是要升值 那台币的份 它怎么样台币升值呢 就是说你大麦克指数 顶太宏小笼包指数 暗示你被低估 它没有去比日本的大麦克 日本重点已经不是比大麦克 因为日本光是这样 已经升得很凶了 那问题是人民币 人民币说现在有可能升到 什么六字头 看到六字头 那问题是这样 中国现在要靠出口来拼经济 那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 像这个图显示的 如果升值的话 那么会对出口不好 所以未必是好消息 好 不过我们刚刚看完了这个亚币被严重低估 那是不是真的该升值呢 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要带你来探讨 锂电池是不是不安全呢 好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事件是8月9号 这个是阳明旗下的货轮 在8月9号这一天 位于宁波周山港的时候 居然发生了爆炸事故 而且当场炸出了好大的迅箍云 好 那现在呢 阳明洞明轮发生爆炸之后 就有去进一步的探讨 到底爆炸原因为何 就发现这个货柜里面在的 除了有一些化学物质之外 还有锂电池 所以是锂电池惹祸吗 那说到锂电池带来的问题 我们就要看看南韩近几个月 也发生了好几起的社会公安意外 好 这是6月25号南韩有锂电池工厂发生大火 这一场大火呢 造成超过20人死伤 而且整整花了快要一天的时间 才把火事给扑灭 那更靠近一点 8月1号 有车主把他的宾室爱车 停在大楼的地下停车厂 没想到突然就起火了 火事还波及到旁边上百步的车辆 所以现在呢首尔 他们就要制定一个规定 说你的电动车不能充太保 如果你充满的话 我不让你开进住宅大楼 这样合理吗 车主难道不会发生里程焦虑吗 好 这部分请教卓老师 好 我们先从这个阳明的这个动民轮 在宁波周三稿的事件讲起 好 我们看到在8月9号 就上礼拜五的时候呢 这船明明就停在港口 也没做什么事情 突然 哇 大家可以看到影片 就突然炸起来 第一时间大家以为是有什么恐怖攻击 要在中国发生恐怖攻击 其实几率有点低啦 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查得很严啊 好 所以第二个就开始想 那是不是你载了什么爆裂物 事实上并不是爆裂物 但是也跟爆裂物很像的就是 第一时间觉得里面就是有化学药品 是 好 那再进一步去查说 哇 发现不只是有化学药品 还有锂电池 哇 那问题就大了 好 那为什么会发生爆炸呢 因为最近中国其实气温非常非常的高 而这 南米的豆明轮的载的这一批货呢 它里面这些化学药品呢 基本上就是怕高温 好 正常情况 它应该要去用所谓的冷冻箱 就是要能够维持低温的这个货柜 才能够让它避免这种问题 但是呢 现在一查哦 它并没有去申请 它只用一般货柜 便宜形式啊 有可能嘛 因为冷冻箱一定都是比较贵的 费用会比较高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温度太高 导致它的这个化学药品发生爆炸 那再加上又有锂电池 哇 当然大火一发不可说实 好 那这货到底是谁的 主要 这跟杨明没有关系 杨明算是被害者 现在一查呢 这主要的货主 是这个货是谁的呢 是韩国的现代商船 好 那你现在这个问题来了哦 你真的就是便宜行事 你该要去申请用冷冻柜 你并没有 那现在发生这个问题 你看要怎么办 那当然就是赔偿问题了 那这个赔偿不得了了 第一个 杨明的这个洞明轮呢 被船头被炸了一个大洞 虽然不至于整来船要报废 可是一休三个月 三个月 大家也知道最近全世界的 这个货运价格很高 你三个月让它少一艘船 不能营运 营运损失怎么赔 第二个 州三港 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是全世界第三大的 吞吐量的港口 你虽然不会让它整个瘫痪 可是它这个装载码头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装载了 人家造成的损失 你怎么赔 第三个 那货主怎么办 所以这些都是连带的问题 现在实际到底会有多少的赔偿金呢 还没有算出来 可是现在大家说 至少比那艘船都还要贵 好 所以大家回到刚刚的问题 如果只有这个 这个化学药品爆炸 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又再加上锂电池 那个问题真的就很大 就如杰宇一开始提到了 因为锂电池爆炸的事情 包含台湾在内 其实都有发生过 只是规模大或小的问题 我们就看到韩国现在这起事件 好好的宾市车 不是一般的那种便宜车 我也好好的只是提在地下停车场 我什么事都没做 居然就自己爆炸起火了 这一烧不得了 以这个案件发生在8月1号 这个案件一共烧毁了140几台车 而且消防队去救火 整整救了8个小时 刚刚有提到6月份 那是整个工厂爆炸 那当然要救很久 这关一个地下停车场的失火 居然都要救8个小时 而且一烧140几辆车 你看这个问题多大 所以当然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电池本身有问题 大家一查 你宾市车居然是用中国 这个相对比较小产 你说他小也不是 他全世界还有排第十名 可是至少在知名度上 确实是比较低的 中国这个福能电池的 这一家厂的电池 是不是电池本身出了问题 那第二个更严重的 就是是不是你宾市设计有问题 那这个都还在调查 我们就不多说 但是对韩国政府来说 说这件事情不能再发生了 所以他们现在下一个命令 之后韩国的公共停车场 如果是在地下室的 你车只要听进去 你的充电不准给我充超过90% 我怎么比较想 那是要怎么检查 对对对 我就是要问你怎么去检查 我要先看你充电量充到多高 难道进来的时候 我先确定一下你的电量剩多少 我才让你进来吗 不可能嘛 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去实施 这我们就不知道 它并不是全面 因为大家也知道 很多的大楼的停车场都设在地下 那现在很多的地下也都设这种充电装置 如果你要全部都这样子去实施 那绝对会被车主抱怨 所以他目前只有公共停车场的部分 有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有问题的车子 也不是只有宾室而已 你看到宝石姐又是高级车 宝石姐的台片电动车 这非常有名 结果一样发生类似的自然问题 从在美国到中国 都有类似的案例 也是一样 我停了什么事都没事 他就自己给我烧起来了 所以你说这个到底问题在哪里 所以回到一个我们刚刚说的 离电池虽然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好好的设计 好好的去保存 基本上是安全的 要不然全世界这么多电动车 还怎么得了 更不要说离电池不是只有电动车 你现在很多商品 包括你手机是不是也有 常常有发生自然的事情 所以你这些相关厂商 是不是可以做好相关的设计 那生产的厂商 是不是可以做好相关的安全 这是大家注意到的 要不然离电池一旦发生火灾 那是非常难救的 好提醒大家 好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真的觉得蛮触目惊心的 整排通通烧成的废铁 不过呢 其实撇开离电池的安全不谈 假如它是安全无余的话 你会想买吗 尤其是现在车市当中 有很多造型经购之一的 迷你电动车 好这些迷你电动车 其实它的这个急速 大概都是只有45公里而已 时速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呢就有人说 它很适合在城市当代步车 不过这样子的车 它是有怎么样的性能 可以吸引车主的青睐呢 我们就要来请教 最专业的赛车手陈彦 好因为现在电动车的市场 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尤其是我们在看 像三菱德利卡 它的那个mini的轻型车 在日本卖的很好 那对Suzuki来讲 这个输人不输政 而且实际上 它这个Space 这一台已经出到第三代了 那他们这一次做的 这叫K卡 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K卡 K卡就是轻型车 这是日本在二战以后 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有车 能够推动经济成长 人家大家都买了起车 他们通过了一个叫轻型车自动法 那就是希望鼓励大家去制造一些 比较小的 然后设计感就是比较好的 这种小型车 为什么小车当道 那因为基本上便宜 再来好停车 那大家也负担得起 当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那卖得非常非常好 那所以Suzuki推出这一台 你特别注意 它即便是一个方形 但它设计的非常可爱 包括什么杜洛四条 可以提升整个车的质感之外 包括它的轮圈 后面LED灯 这一款更重要的事情 是它在内部空间的设计上 非常的宽敞 空间的设计感非常好 你要载物载人都非常好 尤其是后座的部分 有一个基本上 这个是应该是双逼老板车才会有的 就是你坐下 它还有一个小腿的支撑 小龜小孩 给你这个 对就是坐在后座 还是要让你有尊荣感 但是这样的一个车子 多少钱 既然三十到四十五万 台币 台币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车 它的这个速度 能不能拉到很快 驾驶的安全各方面 岂就不是他讨论的重点 另外一款是这个 Honda这一台 C 这个叫 Sustainer C Concept 它是它这台车 我就要特别讲的地方 因为它的这个车 车壳的部分 还有它的尾门的部分 用了这个材料叫 丙烯酸素质 就简单讲叫 药克力 丙烯酸素质 它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不耐壮 可是问题是它很好 着色就上色 还有它的透明感 所以他们加上了Micro LED以后 让整个尾门 变成是一个显示板的概念 也就是说未来 比如说车上有小朋友 Baby in car 它直接就可以锈制出来 甚至可以跟后面的人来对话 我在刹车什么之类的 可以跟车子之间来一个互动 这种设计感就非常的好 而且重点是 现在讲求环保 电动车你不就讲求环保吗 所以这个材质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可以回收 而且重点是 Honda也克服了 容易破裂的这个缺点 所以你看它整个车子的设计的 色感很饱和 看起来就非常非常可爱 我觉得这是现在的风格 那当然欧洲人设计车子 本来就很吸引眼球 你看薛桶龙这台 Miami Pub 它之前有一款是Miami Buggy 那个车子没有门 大家说这搞什么鬼 可是实际上时速45公里 干嘛要门 你也伤不了别人 别人也伤不了你 对不对 那但是现在他把门装上去了 而且重点是 即便我不快 但是我也要够帅 就好像我们要去跑步 该有的装备也是要有 虽然我们跑不动 但他整个大改款运动装 你光看他那个旅圈 哇 之帅 还有包括他的前后的这个 这个保险感 还有那个尾翼 还有包括整个黑色的涂装 有一个好好处是什么 年在欧洲年满十四岁就可以开 因为基本上按照他的规格 实际上不用驾照 不用驾照就可以上路 那另外土耳其这款电动车 捷语帮我念一下车名 我刚刚就说请你念啊 我们两个互相推脱 因为我一念就会被剪掉 制作人一定会把他剪掉 这个叫Lampago 大家不要误会 就是他的车名 真的是这样念的 就真的是这样念 不要剪 我没有任何的意思 他的他这个车很可爱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像弹形 如果我们以前看电影 尾翼牌旁边不是有一个变车 可是实际上他把变车 变成你自己可以骑乘 有人讲敞篷 但是他不是汽车 他是歸属于在这个电动机车 所以一样十四岁以上就可以开 那目前未来这个 如果能够引进台湾 我觉得一定会很吸引的 虽然急速只有四十五公里 可是那个车实在太可爱了 然后你戴个这个 很可爱的安全帽 然后再因为他在负重两百公斤 就在两个人 我跟世中工两个人一起坐在上面 都不是问题 那所以这个现在你会发现 整个电动车的趋势 小型车就越来越可爱 功能性取向 跟一些所谓的超级性能的超跑 有一个明显的队 我们来看看 今年内政部做了一个统计 他发现什么呢 发现上半年全台湾法拍屋 移转栋数 居然增加了一成 来到一千八百四十栋 什么意思啊 法拍市场的房子变多了 那难道是这房市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吗 好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有听过法务部有执行官吧 他们呢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去对民众 欠税的民众去追缴税款 然后呢还有一些罚还呢 叫你赶快缴 不缴的话我就给你查封拍卖 好 但是呢 他们手上的物件真的很多 像是这种水岸豪宅也有啦 英宅他们都卖 但是呢当然要赶快脱手嘛 不能一直留在手边 所以呢执行官居然还要化身防重 带民众看屋最快三个小时就成交 但是看起来好像很抢手 很好买 不过呢 世聪哥跟我们说 法拍世界水很深啊 连他都不敢随意进入 请教一下世聪哥 对没错 实际上你看今年的这个 上半年的这个法拍屋增加了 这个约莫是一千八百四十栋 增加幅度非常高 因为过去我们都会看一个数字 就是说如果法拍增加的话 似乎是暗示了整个这个房地产景气 是要往下走 但是因为呢 这个绝对金额是蛮低 这几年的法拍金额都很低啦 所以稍微变动数字之后 就会形成说 好像成长率很高 但其实目前为止 法拍屋整体量还是非常低 我觉得你不要用这个指标去看 这个我们整体的房地产的景气 好 那我们仔细来看喔 法拍屋的来说增加一千八百四十间 里面来说增加最多的两个县市 一个是新北市 你看它的年增率是四十四点九 另外第二个是高雄市 你看它年增率是二十六点八 那为什么这两个县市会增加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两个县市的确在过去一段时间 或是现在都是房地产的热区 然后再加上说 因为政府有非常多的管制措施嘛 包括说针对业者的管制措施 或者说针对比如说很多豪 这个比如说在新北市好了 新北市的豪宅五千万就是豪宅 你很多房子不能带出去啊 所以那很多那种小型业者呢 它可能买卖就有点困难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周转不灵的一个状况 甚至因为我们央行在升息 所以很多你过去可能杠杆开得比较高的 那就没办法支撑得下去 所以当然就是以新北市跟高雄市 比较多的一个状况 好那刚才杰宇提到就是执行官 那执行官主要就是说 因为他帮我们的这个法院呢 在做一些事情嘛 就法拍的话那就是 当然你要带人家去看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执行官就化身成房仲 你看他们就带人家去看 看什么呢 看什么公寓啦 透天处啦 物件都非常非常多 那甚至还有人说 他们物件的很多 尤其是特殊物件 比房仲都还要更多 因为那些东西 其实不太容易流到 房仲去卖嘛 那另外还有包括说像 他们还曾经卖过 基隆的2.7平的这个迷你房 甚至连牧园来说话 也都是法拍的这个物件 所以法拍的目前为止来说 他这个物件比较 比较五花八门一点点 他跟我们一般的市场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就讲 这个刚才杰宇问到 就是说有没有 有没有去这个法拍过 这让我们一直在想说 那是不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法拍来说的话 他一般是比市场的行情 要更低嘛 对 当然因为是8成到9成左右 的一个状况起跳 尤其是你法拍第一拍的时候 可能就用原价的8成 去开始去标售嘛 所以应该很多人 想要进入法拍市场 但是法拍市场 其实没有那么的容易 好我们现在给大家看 为什么房子会被法拍 第一个房屋主欠债嘛 包括说你没有缴房贷 没有缴这个管理费等等 那可能这个 另外一方面 就把你这个房屋查扣 就是说我让你缴清这个状况 另外第二个是 你欠缴这个房屋税嘛 房屋税来说的话 你欠缴一直不缴 房屋会被扣押嘛 另外第三是要分割 共有的财务 就是说 比如说我跟捷衣 我们共有一个东西 那目的是我要把它卖掉 我们卖掉的时候 那就用所谓法拍的状况 把它卖掉 这样有一个公允的市价 我们大家都可以接受一个状况 去把它卖掉一个状况 所以这些变成是 会被法拍的这个原因 那法拍为什么难呢 第一个 法拍来说的话 第一个 因为它有分所谓点交跟不点交 就是你买了之后 你可以去点收 这个法院会给你做一些 你跟法院互相的认证的状况 那不点交就是没有点交 你没办法点交 你只能够去开盲盒的状况 你才进去说知道这里面 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难度就有非常大的 这个难度 点交跟不点交 那很多人会买这种不点交 为什么 因为点交来说 它大概成交价格是在 市场的八成左右 但是不点交有可能会到六成 所以很多这个真正玩厉害的 他们其实喜欢玩不点交 因为不点交你要对物况 非常熟悉 你可能要透过这种 很多各式各样防重 去搜集各式各样资料之后 你才知道说这里面 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 所以到事实上点交跟不点交 当然以我们 如果假设观众朋友 有想要去的话 你当然就先从点交开始着手 你千万不要先从不点交开始着手 那点交里面来说 有几个不建议的 比如说没有保存的登记 或是共同人数对不起 或是说像非法的 这个占用他人土地 这些比较明显的 已经有一些问题了 你就不要进场 其他的话 或许你可以进场的一个状况 好 那好 我就是跟他讲 你先选点交 那选点交之后 那我们要进场说 我们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你要留意就是 法拍屋很多都是 他没有办法贷款 所以你要自备资金非常多 那你要确定 就是你好 你假设拍下来的话 那银行如果假设 不带给你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那所以你要有 雄厚的这个资金 第二个 你要了解说 他这个本身的屋况 到底是什么 你一定要去调查非常清楚 这里面可能先涉嫌到 这个凶宅 或者他本身有 包括说像里面 有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甚至还有住人 什么之类 你要非常清楚 再来就是你自身的需求 为什么很多人会去法拍呢 因为很多法拍呢 他其实是市场 没有看过的路件 比如说以前 曾经这个地保 就有法拍过 但是他不会流到 房仲市场去 他在法拍市场 所以很多特殊的社区 你只有在法拍找得到 你在房仲找不到 所以你可以去找找看 有没有你要的这个东西 如果你很确定 那你或许可以去尝试 法拍的一个状况 那你买法拍要注意什么 第一个 法拍来说的话 有时候他拍的物件 也不太一样 比如说他不包含 在法拍之内的 这个物件物的这个产权 他可能你觉得说 这个法拍就是拍这一栋房子 就不像 他其实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有可能会是这样 所以同一物件 他可能会拍卖的次数都不同 那这个就会有问题 另外就是有纠纷 比如说我觉得 我买下这个房子 我买了这个房子 再说support 我们都认为说 那我买了就是 包含房子跟土地 但不好意思 这里面两个 可能是拆开来一个状况 这还有产权分割的这个状况 你可能以为 你买下来这个法拍 是三个所有人 就会有第四个人 冒出来说 我也是持有这个人 所以才说法拍 其实有很多很多人 在这边留意 那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真的你要法拍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先去找 这个市场上有一些 所谓的这个 教你怎么法拍的这个人 或说对这些 比较熟悉的防众 从这个去着手 你贸然进场来说话 我觉得压力 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状况